在我国西藏有这么一个地方 它被认为是连接天堂和世界的大门 是地心文明与地球文明的关键 是世界的轴心能够扭转世界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神山之丸 甘人波奇 大家好 我是老克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平纳不住 旁边是旅行者小仙 大家好 甘人波奇位于我国西藏普兰县 是甘底斯山脉第二高峰 海拔6666米 甘人波奇被誉为神山之丸 为啥 因为它同时被印度教 佛教 齐纳教 本教 公认为是自己的圣山 甘人波奇在印度被称为基罗坡萨 印度教认为这座山是师婆神的道产 师婆就住在山顶 而齐纳教把甘人波奇称为 意思是得道之山 他们认为甘人波奇 从他们的祖师爷 得道的地方 而赞传佛教则认为 这座山的山顶是圣月金刚的住所 代表着无量的幸福 而佛教则认为 甘人波奇就是传说中的须弥山 众神众仙都住在山顶 是人类连接天地 通达觉悟必经之地 我们从远处看 甘人波奇的山体形状就很特别 是一个四面的三角体 你还能想到其他四面三角体吗 金字塔 对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不那么标准的金字塔 它的山壁和金字塔一样 都是很整齐的 就像刀劈斧砍一样砍出来的很正齐是吧 而且山壁也和金字塔很像 它是这种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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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个阶梯一样的达到最高处的是吧 这就很特别啊 这种情况和周围的所有山都不一样 所以所有宗教信徒都认为 这种阶梯不是随意形成的 都是神刻意制造出来的 这个阶梯是人死后或者人得道后 灵魂通向天堂的阶梯 人一得道就迈着甘人波奇山的阶梯 一步一步一步通往天堂 山的一面有一道垂直的冰槽 还有一道横向的冰槽 传说这个垂直的冰槽是 密勒日巴尊者与本教的大法师 纳若本琼 为了争夺甘人波奇风是哪个宗教的归属 是属于哪个宗教的 进行了一场斗法 本教的大师 纳若本琼失败了 坠落山崖 在甘人波奇风山体上 划出的这一道垂直的这么一个冰槽 但是也刚好 这两道冰槽 隐隐约约就在这个甘人波奇风的这一面上 勾勒出了一个佛教的万字符号 其实甘人波奇风不只有这一个万字符号 如果从甘人波奇风正上翻 往下看 就是卫星照 日落的时候 山脊的轮廓和这种观照的阴影 就会形成一个佛教的万字符 不仅如此 从甘人波奇四面 刚好是四面 发源出了四条亚洲的大河 分别是印度河 亚鲁兰布江 萨特类济河 坎尔纳利河 有废陀风水学家就这么 甘人波奇的这个构造 就是这四条河和甘人波奇的这个构造 符合废陀风水学 或者说是符合佛教的传说 四条河刚好把世界就分成了四大布州 东圣神州 南山布州 犀牛鹤州和北巨卢州 这就是传说和现实的对应了嘛 所以整个印度的这些 不管是印度教还是印度的佛教徒 还是尼沃尔的佛教徒 都认为甘人波奇 就是世界的中心 就是那座传说中的虚弥山 我们叫布州山吗 不是布州山 也是虚弥山 《西游记》里面就说 世界被分为四大布州 中间就是虚弥山 如来佛祖都不在山顶 山顶是谁 是玉皇大帝 如来佛祖在犀牛鹤州 东圣神州到犀牛鹤州去取经 玉皇大帝在虚弥山顶 先比神还高了 如来佛祖他不在虚弥山顶 不意味着他不能登虚弥山顶 他只是住在雷鹰寺在犀牛鹤州 他是可以登顶的 所以不能这么说 如来佛祖他可以善虚弥山 但不是说他在虚弥山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些宗教 对甘人波奇的一些理解 其实不只是如此 宗教把它担成神山 那也是因为 首先民间传说 就把甘人波奇 当做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了 宗教才会把它 担成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 才会去抢它 其实这些民间传说中 我们最为熟悉的传说 应该就是关于香巴拉的传说 香巴拉是赞云的阴翼 其意思就是极乐世界 传说香巴拉是一个 具有极高度文明的地方 有点像是地心文明 或者外星人这种情况 传说中有一天 香巴拉的王国 会派出一支伟大的军队 净化地球上所有的黑暗和不道德 给地球带来一个黄金的时代 那也就意味着香巴拉 肯定里面藏着极高的科技 或者极强的力量 西藏的活佛 启竹仁波切就认为 香巴拉这个极乐世界 就在甘人波切下面 而入口就是甘人波切 这种传说和这些想法 深深的不仅是影响到了西藏 还有我们现代的这些宗教信仰 也深深影响了西藏 纳粹德国就对这些传说 深信不疑 他们相信香巴拉不是什么天堂 而是超古代文明或者外星人创造人类留下的遗迹 地球轴心 他们说的香巴拉是地球轴心 其实也不是说香巴拉 而地球轴心是一个超古代文明留下来的武器或者神器 它能够逆转时间 还能让人永生不死 所以纳粹德国在侵略苏联战争中 受到惨痛的损失后 在1943年 希特勒就派出了由海英里希哈勒 率领的两个探险小队 秘密启程前往西赛 是要找到传说中的香巴拉 让纳粹扭转时间 制造不死势力 扭转战区 跟我们之前说说的地心人UFO好像又对上了 不仅仅是对上了 待会儿我有更震惊的说法 我们先来听听 到底是为啥这座山会如此奇特 会有那么多的传说 会有那么多的宗教把它当成神山 有传说 有奇怪的这种民间传说也好 宗教把它当成神圣也好 都不奇怪 但是在甘人波奇这就很奇怪 为啥 甘人波奇在甘迪斯山脉里 或者说是在整个西藏众多山峰里面 既不是最高的 也不是最雄伟的 甚至都不是最难攀登的 那为啥这样一座啥啥都不沾的地方 能成为神山之丸了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看看大家能不能被舒服 首先是山势和周边环境 山势其实我们上面也讲过了 它是一层一层的四面刀销覆盖 而且上面还有一个万字符号 这是它的山势 甘人波奇周边的环境其实也很特别 在距离甘人波奇南面50多公里的地方 有两个湖 马庞庸错湖和拉昂错湖 这两个湖仅仅相距不到5公里 最近的地方就42公里 但是一个被称为圣湖 另一个被称为鬼湖 马庞庸错被称为圣湖 那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 湖水清澈甘甜 被认为是圣洁和永恒的象征 还有很多动物都齐齐在旁边 它的湖面很平静 从一边看就能倒映出甘人波奇 每年有数千计的朝圣者来到湖畔 他们在湖畔举行祈祷和仪式 在湖中沐浴 以求净化自己的灵魂 获得神灵的庇佑 而且这个湖呢 淡水湖啊 湖水源源不绝 很奇怪 好想去拍照啊 感觉很美 对感觉很美 但是就在5公里之外 其实准确的说4公里多一点点之外 另一个湖 拉昂错湖 就是鬼湖 它与马庞庸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拉昂错是个咸水湖 都不能叫咸水湖 叫苦水湖 因为水苦涩 而且有毒 没有任何生物 你都不能去尝尝啥颜色 尝了你就挂了 拉昂错在战雨的意思就是有毒的黑湖 其实湖水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 它象征着死亡与毁灭 湖不仅有毒 而且湖面蝉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薄雾 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从卫星上看 你就感觉是阴阳鱼里面的那个 阴阳和阳阳的对应 我也想到了 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那个 不仅是 那个形段也很像 它这个阴森恐怖的感觉 就与宁静的马盘宫簇湖 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就是木耳蓝色 一边青那样的蓝色 两个就先去4.2红 很奇怪 对 这是一个它周围的一个环境 然后就是干人薄奇金字塔的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的特点 是一个俄罗斯科学家叫做穆尔达舍夫 他一直非常向往干人薄奇的这个神秘 于是在1999年 他就先后组织了4次对干人薄奇的科研考察 俄罗斯的事实与论据周报 在2000年呢 连续用5期报道了 穆尔达舍夫的整个团队的发现 穆尔达舍夫首先呢 就是远处仔细地观想 这个干人薄奇的形状与结构 然后到近处去观察 他们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干人薄奇并不是天然的 而应该是一个人造的金字塔 而且是全球最大的阶梯形金字塔 怎么得出人造的这个结论 他只是远远的观察 然后用各种方向 6个方向其实一直拍照 就发现每一个方向 它都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太过于规整了 对 太过于规整了 他没有很好的事实依据 因为他不能爬上去 不允许爬上去 不仅仅是不允许 而是他奔农 中间有很多奇怪的事情 他不仅研究了干人薄奇 他还研究了干人薄奇 周围的一些小的山峰 他发现 这个不是一个金字塔 孤立的金字塔 它是一个金字塔群 周围的小山峰也是一些金字塔 而且很有可能也是人造的 最大的干人薄奇金字塔 比胡夫的金字塔要大9倍 胡夫金字塔只有149米 但是干人薄奇有1319米 我越来越觉得 胡夫金字塔是模仿的 而不是原创的 很有可能 说地球其实有9个脉轮 干人薄奇就是顶轮 所以它最红稳最大 也是最核心的 9个脉轮让我想到了龙脉 也可以这么理解 龙生九子 印度认为人是有7个脉轮 我们中国的风水学认为 地脉身上有各种龙脉 就是地球的气血运行的轨道 印度教认为 地球也和人一样 也有气血运行的轨道 其实是对应的 对 它的9个脉轮的点 就相当于我们什么 龙血点 我们地脉的这种关键点 我们叫学位 它们叫脉轮点 印度教认为 干人薄奇就是脉轮的顶轮 就这儿最重要的一个脉轮 而我们中国说 天下龙脉出昆轮 龙脉昆轮的核心在哪儿 干人薄奇 只是不同 印度教认为 这个脉轮有7个 哪有一个 英国有一个轮 埃及有一个轮 复活节岛有个轮 美国 你看地区上有一个轮 大概美国和墨西哥交界的地方 然后是北极有南极有 其中的核心就是干人薄奇 所以干人薄奇金子塔最大 然后墨西哥也有金子塔 埃及也有金子塔 但规模小的多 南极也有金子塔 北极也应该有个金子塔的类似的东西 但是现在没找着 能够找到地上的 还有复活节岛 也有一个轮 那个轮就不是以金子塔的形式出现 而是以识人的形式出现 所以核心就是干人薄奇 因为它是核心 所以它也是规模最大的 但是人很难去了解 真正的踏上干人薄奇去研究 一方面宗教团队都不允许他们爬上去 另外一方面 接近干人薄奇 都会遇上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这个俄罗斯的穆尔达社福团队 在接近干人薄奇的时候 就遇到了一些非常特殊的事件 时间一场 据俄罗斯的事实与论据周报报道 穆尔达社福其实在每一次进入干人薄奇风周围的时候 首先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感觉时间变了 就是有那种 静止了 不是静止了 是变快 就明显感觉到里面的这个法则 这些法则运行和外面不一样 一层膜进去以后 里面的宇宙基本法则就不一样了 就像那个3D里面写到的 什么派都能作为武器都能改变的这种感觉 根据探群队报告 在干人薄奇风周围停留12个小时 实际感觉像度过了两天 他们的头发 直角都会在短时间内迅速伸展 反正就时间加速了 而且这个山周围的植物伸展速度也会变快 老化也会变快 机械时钟是正常的 对 但是人体感觉会不一样 对 他们进到干人薄奇风周围以后会发现很奇怪的事情 稀疏的植被几乎不会有动物 在一次考察的时候 当地的一个喇嘛就告诫他们 千万不要攀爬里面的那些小山峰 不要看他们矮不要攀爬 但是悲剧还是有 考察队的四名团员不听喇嘛的忠告 爬上了干人薄奇右侧的一座小山峰爬顶了 回国后这四个人都在一年之内全部去世了 而且在去世之前这四个人都出现了迅速的机体衰老情况 三十岁感觉现在六十岁一 这就让其他活着的这些考察队员坚信 干人薄奇存在着某种时空异常的情况 所以他们是老死的 对他们是老死的 而且是一种不正常的老死 普通老死我们慢慢衰老 身体有个适应的过程 他们是迅速衰老 从而后变白吗 有没有报道 没有这种详细的报道 但是有说 俄罗斯的报纸有提到 但是提到是在很后面的 他一开始2000年是报道了他们的整个考察经历 但后来死了之后 穆尔达舍夫他有报出来做过证报道过 他只说着迅速衰老 这种衰老是肉眼可见的衰老 所以这些活着的考察队员就坚信 干人薄奇风肯定催生了某种时空异常的情况 在之后的考察中 穆尔达舍夫的团队就研究了这周围的一些金字塔的石质的材料 这些石头的材料 他们发现这些小的山峰 都是由不同大小的凹面半圆形和平面的石质结构组成的 这些石质的结构在钢人薄奇风主风上也能发现 他们没有登上去远远观察是发现了 而这些结构就组合成了一个我们曾经讲过的一个东西 卡扎罗夫镜 连上了梦幻联动 对 卡扎罗夫镜是由俄罗斯科学家尼古达卡扎罗夫发现的 这种被称为时空之镜的东西是由半圆形及其他几何形状的金属镜子构成的 具有特殊的物理属性 根据卡扎罗夫的研究 这些镜子能够压缩或者延展时间 这里明显是压缩了时间 甚至能产生超越电磁力和重力的能量产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 而干人薄奇风周围就可能存在这么一个 泛大版的卡扎罗夫镜 这可能就是干人薄奇风周围时间一长的元凶了 这只是一方面 第二上面是俄罗斯研究的嘛 2015年Solid Earth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 该报告是由中国 美国 加拿大三国的可考队 通过长时间的研究完成的 他们研究了2007年到2011年 东亚发生的277次地震的资料 通过地震波的数据 他们绘制出了青藏高原地上地下的三维模型 他们发现干人薄奇周围的区域 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地底空洞 这个空洞的面积达到了15万平方公里 也就是说几乎整个甘底斯山脉下翻都是空的 15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跟山东省一样大 对 下面有更大一个空洞 更大一个空洞 其实我觉得可能不止这么大 为什么 他研究的是东亚地区的地震 他绘制的是整个部分 其实也只是部分青藏高原的三维模型地底图 我觉得如果整个绘制出来可能不止 对 可能就真的找到一个地心世界的入口 对 毕竟西藏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他才占了十分之一 对 研究还显示 这些空洞里面存在水分异常组合的情况 也就是说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这些水分可能在空洞里面组成了一个地下的海洋 甚至整个青藏高原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悬浮在海洋之上的屋顶 他们还发现青藏高原的岩石具有异常高的导电性 导电性比普通岩石高出一百到一千倍 报告中还推测 钢仁伯齐可能就是这个空洞的一个关键进出口 或者说是关键节点 这就导致了地上地下的所有磁产都集中在了钢仁伯齐的本身和其周围的地区 所以形成了各种神秘的现象 这些就是目前我们能探索到的关于钢仁伯齐 他们的所有一些科学也好传说也好的解释 所以整个钢仁伯齐到现在还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谜团在里面的 而且它也是世界上少有的 也不是没有人能 是没有人登顶的山峰 一方面是宗教不允许 另一方面其实周围的情况确实不允许 对我是听说每个登上去的人之前也有那种强行登顶的 有些没回来 有些得病 死掉了就很蹊跷的一些事情 对 意大利人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探价家 他是目前唯一有正式许可 就是所有人都准许他 包括我们中国政府都准许他攀登干人不其风的人 但是他放弃了 他说如果我们去征服这座山峰那就意味着去征服人类灵魂中最重要的东西 那这件事情在他看来显然是非常不明智的 不应该这么做 所以呢他就放弃了 我觉得他应该有别的隐藏的原因 很有可能 只不过他是这样去表达出来了而已 对 我觉得他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在他放弃之前他是找丹地的人去了解过的也找过丹地的喇嘛 所以他很有可能是了解到一些对我们就是现实这些主流价值观 他可能接受但是他又不得不放弃的原因 所以他就放弃了 而他用这种说法告诉大家 不要去谈谈这种善 他可能认为干人不其的神秘并不仅仅限于他那些奇怪的现象 被科学不能解释的这些谜团 而更在于他可能真的会影响人们精神中的某些东西 揭开以后会对人们的意识认知造成冲击的一些东西 所以甘荣伯奇可能不只是宗教神话 这些古人凭空意想出来的一个神山 可能真的有某些我们尚未明了的科学或者神秘学的技术在里面 随着时间的拖异和研究的深入 也许我们今后能够解开这里面的这些谜团吧 我也希望我们尽快地解开这些谜团